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桑柯 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新闻 很多各大城市的房价有一些确实在回暖 但是我们说一下东北的房子确实还是大量的剩余 我们看一下镜头,这是一个基本上属于大面积空置的房子 都是新楼盘 很多身边的年轻人你可以问他们有没有能力买房子 基本的回答都是没有能力买房子 现在的房价虽然下跌了很多 但是很多人买房子还是没有能力的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在省北新区 像这样的新楼盘大概是两年多了 卖的也是很不好 除了一楼带花园的能卖的好一些 像目前的现在的普通的这种高层在省北的话 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概就是在六千块钱左右 相比沈阳的市中心大概要跌一半左右吧 沈阳的新楼盘普通的这个高层 在市中心的话大概也就是在一万三一四一万二三左右 像这个省北这块可能稍微便宜一些 但是在三四年前基本上这边的房价也是一万出头 但是现在省北这边想的这个房子 卖的特别的差 整个的控制房特别多 一排一排的也基本上没有人买 你说这个房子是真的没有人要吗 也不一定 大家看一下这对面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在五年前五六年前左右 五六年前左右 整个这个市场的房价还不算太低 当时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万多 一万五一万六左右 但是时隔也就五年的时间吧 加上疫情的三年 国内的房价也都在下跌 像省北这边房子现在大量的建设 很多这种控制房 你看上去 有的时候在路上一面一面的特别的多 就是想问一下这些房子将来 你说可以卖给谁啊 有钱的房子 有钱的人现在基本上也不买房子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两套三套 甚至是四套房子 还在这个着急往外卖 基本上也不好卖 有的房子这个 比如说这个一百万的房子 可能八十万现在往外卖 卖外都不太好卖 非常不好卖 但是现在说回来 有很多年轻人他这个还没有房子 你让他去买房子吧 他又没有能力 贷款吧 现在都没人敢贷款 贷款也还不上 现在这个工资也确实没有以前高 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东北的现在这个人口流失非常严重 就身边 但凡现在有点能耐了 都走了 就是没有能耐的 现在大学毕业的也基本上往南方去 剩下这些房子 基本上想原地消化也不太可能 很多现在房子都在打折 打折优惠比较大 比如说这个送停车位 送这个车库 送装修 送这个赠送面积 还有送物业费 送十年 送十五年 这种现在太多了 沈阳的这个房子目前的困存量非常大 二三十万是肯定有了 现在就是人口流失比较多吧 沈阳算好一点 那沈阳周边的 是不是那就更多了 丹东辅助的本西 包括安山 除了大连以外 人口基本上都流到南方去了 那现在的房子 我们说大部分的房子卖给谁了呀 是不是都给卖给年轻人了 如果年轻人现在都不买房子 你现在这个中老年人 现在有一套房就行 他也不挑 什么老房子 新楼房子的 他基本上有房子住就行了 新楼盘 所有的新楼盘 百分之九十都卖给年轻人了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说实话也没有这个能力买房子 作为这个家长 也没有太大的能力 贷款也贷不起 而且很多年轻人 毕业之后就走了 离开东北了 所以将来东北的房子 可能会越来越难卖吧